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如来,大家好,欢迎收看佛禅,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,杨将老人在百岁感言中写道,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,到最后才知道,世界是自己的,与他人毫无关系。 2020年,哈佛大学罗萨蒂教授和马尚达教授发表了一个研究,广为热议,他们在1995年的时候,找来21只雄性青年大猩猩,把他们放在一起,并一直观察他们的社交变化。 刚开始的时候,大猩猩们常常聚会,不管是熟悉的,还是不认识的,总要凑到一块交流一番。 十来年过去,他们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少,更多的时间都是自顾自带着,哪怕是少有的交流,也是跟固定的伙伴在一起。 最终,研究人员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,大猩猩的社交活动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少。 其实,人也一样,到了一定年纪,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,独来独往是人生的常态。 一,年纪越大,圈子越小,老话说,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。 正是这个原因,所以才有了圈子。 年轻时,为了打通人脉,我们喜欢硬着头皮,积身于各种各样的圈子,努力着去迎合别人的喜好,说别人爱听的,做别人爱看的。 久而久之,我们就会渐渐迷失自我,看不清自己到底是谁,人生也陷入一种茫然之境。 而再看那些优秀的人,早已借了各种圈子,他们深深懂得,圈层不同,不要硬动。 不然最后头破血流的终究是自己。 在小品《什么是朋友》里,潘长江是一名老总,他经常吹嘘自己朋友多,好办事。 妻子看不过,一句话就说破了真相,那是你有钱,当你有难了,不一定有人来帮你。 潘长江心里不服,当即就谎称自己破产了,打电话向朋友们借钱。 先是给朋友老钱打电话,对方一听明来意,马上就挂了电话。 等他再拨过去,那头直接灌了鸡。 他脸上开始挂不住,又打给有过命交情的老孙,结果不仅没借到钱,反倒被对方嘲讽了一顿。 就在这时,下属小李拎着礼品来拜年,说特地来感谢潘总的提携。 没想到得知他破产后,小李立马找个借口就溜了,临走时还不忘把礼品顺了回去。 他一屁股探坐在沙发上,这才意识到,原来那些推杯换盏,呼旁换友都是假象。 所谓朋友,不是在你风光时给你献了多少殷勤,给你喝了多少酒,而是当你无力时能在身前拉你一把,在身边陪你做到天亮。 其实,生活就是一个大筛子,我们很多人起初都会把它装得满满当当,只要是自己认识的人,都愿意把它当作朋友放进自己的筛子中。 直到中年以后,才渐渐发现,太多的假情假意,早已被大风吹走。 一个偌大的筛子中,留下的朋友屈之可数,但却是历历饱满,苛刻真心。 就像作家薛小禅说的,人到了一定年纪,是往回收的,收到最后三两知己,一杯浅茶,把生活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 一个人的成熟,从圈子缩小,回归自我开始。 二,真正的朋友,只会越来越少,真正的朋友,不会越来越多,只会越来越少。 因为有些人,走着走着,就疏远了,处着处着,就看透了。 也许曾经你们有共同话题,也许过去你们曾彼此帮衬,但是后来,目标不同,方向不同,见识不同,收入不同,慢慢地就有了隔阂,再也回不到过去。 不要以为,平日里经常见面的就是好朋友,不要以为,在一起吃喝玩乐的就是好兄弟。 真正的朋友,是患难与共,互相扶持,而不是锦上添花,嘴上抹蜜。 这个世界谁都会别,再好的朋友也有私心。 曾经帮你的人,现在未必愿意帮你,过去陪你的人,现在也许不再爱你。 谁都不能保证,身边的人可以一直真心实意。 朋友分好几种,淡淡之交的是朋友,几面之缘的是朋友,经常联系的是朋友,偶尔谈心的是朋友。 但是朋友和真朋友不同,朋友就是熟人一个,真朋友就是知己一人。 交友交心,不交力,处情处真,要诚信。 当面责骂那是游,背后乱叫那是狗。 什么是真正的朋友,互损不会翻脸,疏远不会猜疑,出钱不会计较,地位不分高低,成功无序巴结,失败不会离去。 奋斗的时候搭把手,迷茫的时候拉把手,开心的时候干杯酒,难过的日子一起走。 卢迅先生晚年,在给友人的信中,曾这样写道,人生得以之己足矣,私始当以同怀世之。 他认为,朋友是不需要太多的,但若是有一个知己,那就要把他当作手足兄弟一样对待。 在卢迅先生的人生后半程,朋友非常少,但有一个朋友和他关系非同一般,叫徐寿长。 他是鲁迅的同乡,他们坐过一样的乌棚船,又一起奔赴日本留学。 他是鲁迅仅有的,从少年到晚年都一直交好的知友。 鲁迅刚从日本回国的时候,生活没有一点起色,心中很是苦闷。 许寿长得知这个情况,立马就请教育总长蔡元培帮忙谋路子。 没多久,蔡元培便邀请鲁迅前往北京教育总署工作。 而鲁迅到了北京,因为手头十分拮据,日子过得颇为艰难。 徐寿长为了改善鲁迅的伙食,总是让妻子多做一些家常熟食,然后自己给鲁迅送去。 在鲁迅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,许寿长总是会陪伴左右,或是倾心安慰,或是竭力帮忙。 即便鲁迅去世,后世也是他一手料理的。 他们二人的关系,正如许寿长在相识多年以后调侃鲁迅时说的, 北平胡同里有一种老房子叫老虎尾巴,莫非你也是我的老虎尾巴? 老头子,成年人的世界里除了复杂,更多的是时间的流逝,时间教诲我们懂得取舍,懂得珍重。 在没有任何利益索取的情况下,还能彼此真诚地交往,各自安好,就是友谊最好的状态。 三,退休以后,朋友越少,生活越好。 退休以后,就到了知足常乐的年纪,退休以后的新气,远没有退休以前的新气高,不会再为事业或者前途奔忙了。 退休,就是为晚年生活做打算的开端,何况伴随人生的阅历逐年增长,早就已经看透了人情冷暖,以及事态炎凉。 因此,对待生活的感悟,会前所未有的透彻。 与此同时,也明白了人生的真谛。 退休以前,是为别人以及别人的释活着,退休以后,就要为自己以及自己的释活着。 藏经的朋友,几乎全部是建立在利益层面的友谊,没有了利益,朋友就不值钱了。 大多数朋友不是用来利用的,就是用来出卖的。 即使有脱离物质的朋友关系取而代之,也是建立在价值观相同,世界观相同,以及兴趣相同的精神层面。 类似堪称凤毛麟角的朋友也是可遇,不可求。 退休以前是当局者,没有看明白,退休以后是局外人,将会旁边折青。 如若没有遇见脱离低级趣味的朋友,宁愿读出享受孤独,也不愿参加无意义的社交。 退休以后,就意味着附险在家,因此社会活动会伴随正式退休驻降,对朋友的依赖程度就会急剧降低。 绝大多数的朋友跟自己的年龄几乎是不分上下的同龄人,朋友依赖你的程度照样会急剧降低。 不再一如既往地需要彼此,说明相互之间都需要一个安宁,以及自在的生活环境。 朋友越来越少是正常的现象,跟孤僻没有关系,只是一种合理的社会现象。 退休就预示着个人美好生活的起点,静下心来,寻找属于自己的乐子,远离不开心的人,以及远离不开心的事。 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,完完全全不用为别人而活。 要知道,同力为旁,同道为友,既有共同的利益,又有共同志趣的朋友少之又少,真正内心强悍,以及坚实的人,从来不会缺乏快乐的源泉。 反倒是内心虚弱之人,一旦离开外界,合群的刺激,便会感觉万般无聊。 远离垃圾的社交,才能够让自己的心灵平静,从而用清静的心,感受到晚年的存在和快乐。 独处就是一种社交圈的筛选,更是一种心灵进化的现象。 晚年只要自在以及快乐,没有必要在意别人的评价,即使你做得再好,也会有个别人说三道四。 朋友都是过客,没有必要为了过客,烦恼或者苦恼,朋友越少,越能够照顾自己真实的内心,以及向往自由的灵魂。 退休以后,酒肉朋友能断就断,酒厂饭局能推则推,把真心留给自己,把时间留给家人。 学会给人生做减法,后半程的脚步才能更轻盈,你是一个怕孤独的人吗? 我想,其实对于每个人,这个答案都是肯定的吧? 人都是群居动物,渴望热闹,渴望身边有人陪伴,难以忍受一个人的生活,会觉得很寂寥。 的确,人都需要社交。 身边围绕着很多人的时候,心底才会觉得满满当当,一旦一个人落了单,就会觉得心里空落落。 在某个集体当中,倘若有一个人形单影支,就会显得很另类,会遭受身边所有人的支支点点,觉得他太不合群,久而久之,他的身影越显单薄,没有人愿意靠近。 对于这样的人,我们时常抱以同情心,也会嗤之以鼻,会把不合群和孤独挂上钩,即便他自己很享受这样的生活,在别人眼里他都是悲哀的。 为了不会成为别人眼中的另类,我们每天推杯换盏,辗转于各式各样的场合,和一些人说着违心的客套话。 即便有时候,别人的生活方式并不赞同,也照样融合其中。 事实上,很多看上去的热闹,都只是为了显得合群罢了,并不是心智所向。 当有些人还在假装合群的时候,有些人早已经戒掉了社交。 1.人与人离得太近,就是一场灾难。 弘义法师说过这样一句话,人与人走得太近,是一场灾难。 这样的言论,似乎与大家的固有认知有所差别,在很多人看来,面对自己喜欢的人,就是要不断地靠近,缩短和对方的距离。 可是事实上越是靠近,越容易破坏掉那份美感,越是靠近,往往很容易发生矛盾,关系越会破裂。 仔细想想,确实如此,那些能够长久走下去的关系,一定都懂得保有距离。 无论是亲情,友情还是爱情,都是如此。 那些分道扬镳的伴侣,也曾浓情溺溺,你浓我浓。 等到两个人开始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之后,关系就开始出现裂痕,再难回到最初。 爱情尚且如此,其他本就不牢固的关系更是这样,唯有适当的疏远距离,才是一段关系,得以持续下去的两方。 和群,往往是对自我的消耗,孤独,是一个人的狂欢。 刘彤说,和群是一群人的孤独,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。 那些看上去的热闹,归根结底,都是给别人看的,于己无异,甚至还会让人筋疲力尽。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验,为了融入某一个群体当中,假装自己很和群,于是不拒绝任何社交活动,看上去和所有人都可以打成一片,却在活动结束之后,感觉自己整个人都逃空,很享受一个人回到家的感觉。 回顾一下,哪些为了和群而参与的社交活动,哪些是必须要参加的? 事后回想起来,并没有多大意义。 很多都是因为不敢拒绝,怕被别人排挤,才硬着头皮接受,一场局下来,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。 和群,很多时候都是对自我的一场消耗。 消耗精力和时间,去维持着毫无意义的关系,实在没有必要。 孤独是一个的狂欢,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尽情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,不必在意他人的眼光,不必迎合屈从,看上去形单影之,内心却很充实。 二,人到中年,朋友越多。 所事越多,其实,对于一个正在发展的人来说,朋友是越多越好,甚至于无关乎人品、素质,只要对自己有所帮助,即可结交之。 朋友就是资源,无论是走投无路时,还是风生水起时,朋友都可以是一种支持和后备力量。 然而,一个中年人的事业发展,大多都进入了平稳期,那些复杂的朋友关系,反而会带来不少所事。 要知道,朋友之间的感情是需要维系的,除非是知己一般的友情,其他的普通朋友关系,就必须时常联系维系下去。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,就是各种各种的琐事,今天这个朋友请你喝酒,明天你得跟另外一个朋友唱歌。 人到中年求的是一个安稳和平静,朋友多了,自然会让你的生活变得喧嚣起来。 拒绝得了一次,拒绝不了二次三次,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应酬摆在你面前。 这些朋友关系带来的负担,没有必要再去承受,这是在给自己减压,也是在撇清不必要的麻烦。 作家苏曾说,不必把太多人请进生命里。 年少的时候,总是很乐于结交各式各样的人,会把很多人都请进自己的生活里,总是自诩自己有多少朋友,以朋友多为骄傲。 可是,事实上你所认定的这些朋友,有把你当作真正的朋友吗? 不过是的时候,往往你好我好大家好,一个电话就可以交出来一帮人,可是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,又有多少人还能够在你身边? 时间过滤掉的都是不值得交往的人,到了中年之后,还留在你身边的人,才是真正值得交心的人。 沈腾说,人到中年,能有五个朋友,已经算是人生赢家。 三,人情事故往来过于频繁,让人心里交瘁。 朋友间的人情事故,可谓纷繁挫杂,要保持着高超的情商。 去揣摩对方的前台词,需求点,再付出自己的精力去迎合,这都是年轻奋斗时该做的,且回报不菲的事情。 这不仅要付出心血,还需要付出钱财,请人吃饭喝酒,送礼看网等等,都可以作为一个家庭的一项重要支出。 朋友越多,人情往来当然就越多,这个月,某某人女儿出嫁,下个月,某某朋友又半生日宴,各种各样的礼金不计其数。 然而自己家中,也就那么一两件能操办的大事,从钱财上来说,这肯定是不划算的。 然而,朋友关系已经建立,想要拒绝,消除一事不容易,总不能一下就删除联系方式。 中年人的朋友圈子,应该开始逐步简化,这需要从个人开始做起,不去参加普通朋友的各种的聚会,游玩。 慢慢推出他们的圈子,为自己塑造一个安静的氛围,只留下几个真心朋友日常联络即可。 四,甄别无效社交,回归家庭,人奋斗为何? 王晓了说是为自己,为家人,为幸福生活,王大了说是为社会,为国家,为人类命运。 人至中年,一生已过半,在外风雨飘摇几十载,只为家庭和睦生活幸福,在这个临近退休,即将步入老年生活的年纪。 更应该回归家庭,将个人的重心放在家庭生活上来。 无效的社交在年轻时,也许可以作为娱乐的媒介。 对于一个中年人来说,无效的社交更像是一种累赘,像是在逼着你去享乐一样。 这样的社交氛围令人劳心费身,而又让自己没有什么收获。 子女都已长大成人,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,外面的朋友三次又哪里有自己的亲人重要? 与其费心费力去与他们打交道,倒不如将经历回归到家庭中,关心子女,照顾老人, 给那个陪伴自己奋斗的另一半一些小浪漫,毕竟家和万事兴,让家庭和睦才是人生幸福的重中之重。 穆飞雪描述那样,舍去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,离开那些险恶的广袤浪潮, 内心不再因为浮躁而急于求成,也不再因为攀比而自找烦恼。 和群带来的,很多时候并不是正向的能量,而是复杂的人际和无畏的攀比。 而独处,虽然看上去孤独,可是内心所拥有的却是一片平静和祥和, 不会因攀比而烦恼,也不会有内耗,一个人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。 享受孤独得人,才是真正的大智慧。 他们不关心外界的纷扰,只在意自己内心的感受, 他们不会活在别人的评价里,只活在自己的生活体系里。 把时间花在让自己增值的事情上,远比维持不必要的交际更有意义。 余生,愿你做一个不合群的人,不必为了合群而合群,只合自己想合的群。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,非常感谢您的收看,喜欢佛禅频道,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,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。